5月3號是世界新聞自由日 無國界記者組織發布報告指出 中國是世界上關押記者最多的國家 專家表示 中共鉗制自由 封殺言論 給中國乃至世界帶來災難 無國界記者組織專員白奧蘭 當天對美國之音表示 中國沒有任何改善 仍然是世界上關押記者人數最多的國家 目前關押了119名記者 其中包括10名香港記者 2020年武漢新冠疫情爆發後 公民記者方斌通過視頻 披露當時真實的死亡情況 被當局以尋釁滋事罪名判刑三年 律師張展也因為報導疫情被判刑四年 無國界記者組織發布的報告顯示 在180個國家和地區中 中國新聞自由指數排名第172名 報告稱 除了囚禁記者人數居全球之冠 中共還繼續嚴格實施審查和監視政策 封殺一切所謂敏感信息 我們是感覺到言論自由 這塊好像越來越緊了 我寫了一部書給他們 本來在香港可以出 香港出版商也不敢出了 我有兩個微信號 我一個微信號 就是專門說一些貓貓狗狗的 拍拍分景的它可以 但是我要是發布一些比較政治觀點的 馬上給你記念 我這個微信號我也被封了好幾次 悉尼科技大學副教授馮崇義指出 中共封鎖信息會造成災難 當時疫情吹哨人李文亮醫生遭到武漢當局的訓誡 之後不幸感染病毒離世 新唐記者夏敦喉 王彥喬採訪報導 外服的訓誡 我們從中科技大學開頭 要集中 進行 為人生遭到戴覓 毫無惨